到今早確定安全是完全安全 所以我現在宣布 紅鴨海對隧道 就在明天星期三 凌晨清晨5點鐘 5點靜 清晨5點靜 清晨就會正式重開 這個比我們原定時間早了 各部門一共動員800人 用了100小時長收 他形容短時間內可以通車是奇蹟 重新隧道安全 政府在決定重開海水道之前 要確保駕駛者和乘客的安全最重要 安全是第一位 通車的手要條件是安全 安全沒有問題 16個人手和自動繞費的收費亭 也完全開通 但是信用卡系統還未修復 使用自動收費的車輛 其實佔了46% 而現金的車輛佔了35% 換句話說 對80%的駕駛者來說 整個收費模式是完全沒有影響的 唯一有少少影響的就是 之前用八達通的 是因為有些裝置在 現在就做了流動式 你會問有沒有受影響呢 我相信初期無論駕駛者或收費員 都要少少時間習慣 可能會遲一兩秒 至於收費亭上方 這兩條當日被燒到全黑的天橋 路政處說可以安全使用 但是要用遺網和水馬遺棄一段時間 暢運到行車天橋 就要暫時封閉中線 經過大量催淚彈洗禮之後 市民關心隧道一帶空氣質素問題 當局表示 已經清洗收費廣場一帶道路 隧道內空氣監察系統運作正常 監察數據亦屬正常水平 隧道重開的時候 消防署會在洪水兩邊出入口 各派住兩輛消防車 和一輛救護車應急 東網記者 曾卓文報導